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 港道的主题 就叫做洩露天机 经文是用《以彗所书》3章1-13节的 我想大家都听过一句说话 叫做天机不可洩露 可能这句说话最多听到 就是那些江湖的述士用 或者是那些看相先生 有时他遇到困难的时候 不想告诉你 他会用《天机不可洩露》 因为洩露天机有时会说折腹 待会说受到天衔 佛教一些德道高僧 他都会这样说 他都会坚持《天机不可洩露》 因为他都认为一个人的一生遭遇 已经被他前生的业安排好了 是改变不了的 因此就算你告诉他 有什么事临到他身上 其实就是泄露了天机 不单只改变了这些安排 而且是违反了天例 他们这些修行可能 千年修行就一朝丧 他们也会承担一个业障 而那个人可能知道了自己前面的遭遇 或他可以逃过一劫 暂时逃过一劫 但是最终他都不可以逃过上天的安排 所以他们都会说天机不可洩露 但是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 就是以乎所书三章一至到十三节 这段经文是保罗故意向我们洩露天机的 保罗那时候是什么情况呢 原来他就是因为要传福音给外邦的信徒 暂时是在坐牢的 而他是很想为到以乎所的信徒祈祷 这个祈祷是有原因的 所以保罗就用因此做开始的 而因此就是在经文以乎所书第二章 十一节到二十二节那里说 保罗说我们外邦人本来和基督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在以色列的国民之外 在神的应许的诸药上面是局外人 活在世上是什么的 没有神 没有指望 但是如今因为信靠了耶稣基督 我们就可以与神和好 也都可以与以色列人和好 能够跟以色列人一样 可以成为家里面的人 不过讨告的内容就要等到第十四节之后 才会出现的 而第二节到第十三节 那里保罗就转了个话题 就不讲讨告了 就用了两长一短的句子 就向我们泄露天机 将神的奥秘就告诉我们 以至到我们可以知道如何去回应 我们一起去中读 以读所书三章一至到十三节 一二三起 因此 我们一起去中读所书三章一至到十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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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一起去中读所书三章一至到十四节 我们一起去中读中读所书三章一至到十四节 我们一起去中读中国国家人 我们一起去中读所书三章一至到十四节 正在展开国家人 自知之一切 这些赵神从万世以前 在我们主地独耶稣的所谨慌之间 我们因信耶稣 长在花里面狂打无虐 都信不已的独神以前 所以我求你们 不要因爱我 我们所受的狂眼所谨 这愿是你们的荣耀 我不知道大家刚才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最吸引你的耳朵 或者是一个眼球的 会不会是傲秘这个字 我们大部分人都有好奇心的 所以很多八卦的杂志 都会有专人去发掘一些明星 歌星 一些公众人物的诗隐 登在他们的杂志里面 增加他们的销路 我不会鼓励大家 这么花时间 金钱去看那些东西 因为很多时候这些所谓的诗隐秘密 老实 很多都是一些无无畏畏的东西 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要格外留意保罗 在《以弗所书》里面提到的奥秘 因为保罗在这个书信里面 用了奥秘 mysterion 这个字 用了六次 而其中有三次 就是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 而和合本就更加多用了两次 在第五节和第六节那里 它多用了两次 是帮助我们明白经文的意思 我们可以看到 那么短的经文 用了这么多次 奥秘这个字 你就知道这个字 在这段经文有多重要 我们是无必要认识 明白 神向保罗启示这个奥秘的内容和意义 因为这个奥秘 不单止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 亦都是与教会的存在意义 有很大的关系 奥秘这个字 是原本的意思是隐藏起来 无人可以明白 无人可以知道这个真理 如果不是神主动的启示出来 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能力 去知道神的奥秘 这个神的奥秘有一个特征 就是这个经文所说 第五节说 以前的世代是无人知道的 是历代藏在神的里面 是照着神万世以前 在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 即是说 神在创造这个世界之前 不知道一段有多长的时间 原来神是有一个计划 而神将这个计划就隐藏了 如果不让我们知道 真的没有人知道了 但是有如今这个字 如今是什么时间呢 就是指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之后 教会开始建立了 而这个奥秘的已经慢慢实现出来了 因此神是借着圣灵先让他的先知 和使徒 使徒就包括保罗 是知道 以至到我们明白神的心意 其实神最终的心意 就是第九节那里说 是要所有人都要明白这个奥秘 以至到我们可以作出一个合神心意的回应 所以泄露天机 保罗来说是神的心意 来的 我们稍微看看这个奥秘的内容 我分为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 就关乎我们自己个人的命运 或者是我们人类的命运 那个内容就是在第六节 你可不可以读给我听 这个奥秘的内容是关乎我们个人的命运 我们怎样可以得救 我们怎样可以承受神的应许 保罗来这里就用了三个复合的形容词 来加强宣告我们这些信主的外邦人 恩信靠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 除了得救之外 原来我们可以跟犹太人一样 可以同为后治 同为一体 同蒙应许 因为这个奥秘的核心 是跟耶稣基督有关的 所以又是叫做基督的奥秘 保罗用这三个复合词是很有意思的 所以我们就用一点时间去看一看它 第一个就是同为后治 意思就是共同承计人 承受财产的意思 大家都会记得在《创世纪》十二章 神允许了阿伯拉罕和他的后裔 是可以蒙福的 地上的万族都可以因他们蒙福 阿伯拉罕又称为信心之父 所以我们这一班的外邦人 因为信靠耶稣基督 也都算为阿伯拉罕的后裔 可以蒙福 外邦人都好像可以像以色列人的一样 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 也都有圣灵的印记 以至到我可以将来承受天上的基业 同为一体 意思就是成为团体的一份子 同为肢体的意思 这个字原来是保罗自己自创的 用来表达一个革命性的观念 就是说我们这些外邦的信徒 和犹太的信徒 都可以成为神的百姓 最重要是什么呢 享有平等的身份和权利 被纳入同一个教会的里面 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 成为基督身体里面的肢体 这个就表达了基督的目的 就是要在他自己的里面 创造一个新人 藉着这个十字架 使到犹太人和外邦人 在一个身体里面 同神和好 这个是一个非常深的神学 同蒙应许 意思就是分享一件的财物 或者是一个关系的人 是分享者 是伙伴的意思 是指导我们信主的外邦人 可以承受神给阿伯拉罕 和他后裔的应许 这个就回应了刚才 《以不所书》二章十二节 刚才我说过了 其实之前的外邦人 在神应许的诸药上面 是没有份的 是局外人来的 但是现在因为信靠耶稣基督 我们就可以蒙受这个福气 蒙受这个应许了 各位兄姐妹 我不知道你听到这个奥秘 神的奥秘 会不会觉得很奇妙 很宝贵 阿神真的很爱我们 我想我坐在中间 就这样一眼纳下去 我不知道我们中间 有没有犹太人呢 都没有 所以其实我们 个个都是外邦人 在犹太人眼中的外邦人 而外邦人这个称号 其实是带有歧视性的 在犹太人眼中 外邦人怎么可以得救呢 要行割礼 第二就是什么 守旧约所有的律例典章 是不是 而这些以色列人 为了防止我们 和他们一起在圣殿里面敬拜 他们的圣殿就设了五个区 有至圣所 圣所 以色列人圆 女人圆 和外邦人圆 有五个圆 而在女人圆 和外邦人圆里面 哇 隔了一个非常之高的墙 然后下面就有十四级楼梯 再过一点点 原来还有一个大概一米半的墙 隔着的 然后那里就有一些牌 写着外邦人禁止入来 遗者是什么 处死 警告那些未受国礼的外邦人 不得擅闯 但是保罗帮我们揭露了神的计划 原来在神的计划里面 是不论种族 不论社会地位 不论性别 不需要受国礼 不需要再守旧约那些祭祀 那些典章 然后只要靠耶稣基督 我们的罪就能够赦免 我们可以与神和好 也都可以跟那些犹太信徒和好 我们可以跟这些犹太的信徒 平等的待遇 平等的被接纳在基督的身体里面 成为一个新的群体 叫做教会 互为肢体 而且可以一同享受那种的福气 那种的应许 这个奥秘对我们来说 实在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福音 很大的恩典 我不知道你听了之后 你会有什么回应 我相信 神让我们知道这个奥秘 是要给我们有好的 或者是合意的回应 我想我们都要承认 我们有机会得闻这个福音的奥秘 是我们的福气 但是你知不知道 现在在世界里面 还有53亿的人 从来不知道这个福音的奥秘 如果他们由出生至死亡都不知道的话 等着他们就是永刑了 或者我们都不会说 我们幸灾祸祸的 他死就死了 我们不会 但是坐视不理 又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回应 我想大家知道 其实我们知道神的奥秘是我们的福气 但是知道神的奥秘的同时 其实是带着一个责任的 保罗就有这样的经历 都是有这样的相同的经历 他清楚地告诉我们 神启示这个福音奥秘他的同时 其实是给了这个责任交付了给他 所以他在第二节告诉我们 他已经承担了管家的职份 福音管家 奥秘的管家的职份 第七节告诉我们 他是福音的服役 其实所说的都是同一件事 就是说 神将传福音给外邦人的使命 是给了保罗 保罗的责任就是 要将基督那份无法测度的丰富 传给外邦人 使众人明白神的奥秘 这个明白这个字 其实就是光照和启蒙的意思 保罗自己也有这样的经历 他在大马式路上 就有天上的大光照耀 以至到他光照之后 他就悔改得救 也都我相信 唯有这样的神的光照 这样的明白 我们才可以得救 以至到我们真的可以 在黑暗的里面 看到光明 我们看到出路 究竟其实保罗 他承担了奥秘管家这个职份 其实他怎么看法的呢 他甘不甘生的呢 甘生乐意的呢 其实我想大家可以想一下 其实如果他要接受这份差事 犹太人怎么看他呢 他会变成一个叛教者 是一个叛徒来的 所以他会受到他的家人 朋友 同事 所唾弃 他的社交生活 他的前途 一定会受到很大的打击 所以保罗要接受 神这一份的职责呢 一定是有很强而有力的理由 他才会真是放弃一切 是义无反顾 忠心的造神的 奥秘的管家 究竟保罗怎么看自己 得到这个启示 和这个职份呢 我们可以看看 第二节 第七节 第八节那里 保罗都提到 他视这一份的工作 或者这份的职责 是一个恩典来的 是一个grace 是一个grace 是一个恩典 而第二样呢 在第七节 他更加说 这个是赏赐来的 和合本就译得不是那么好 他就译了做恩赐 但是恩赐那个字 就应该是 另一个希腊文的 这里是Doria 应该译做一个赏赐 应该是一个礼物来的 在保罗的眼中 他要清楚 传福音是一个 帮助人称义 使人得生命的一个即是 因此也是一份 很光荣 和很神圣的工作 正如保罗在 哥林多后书 三章七至九节 他这样写的 他说 那用字 刻在石头上 熟死的即是 尚且有荣光 何况那熟灵的即是 岂不更有荣光吗 若是定罪的即是有荣光 那清义的即是 荣光就越发大了 所以保罗是很清楚 这是一个很光荣的即是 而另外呢 他又知道自己是非常之不配 这份的恩典 和这个的赏赐 为什么呢 因为他意识到 他未接受这个恩赐之前 他是怎样的 他是逼迫教会的 他是 逼迫害信耶稣的人 但随着连日 也都随着他的经历 得到很多神的恩典之后 保罗越来越知道自己很微小 和不配 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九节那里 保罗自己说 他自己是使徒中最小的 不配得称为使徒 都是叫做使徒 是不是 那么去到现在 以忽所书 他就说 比众圣徒中小的还小 变了做圣徒 差不多临死的时候 他在提摩太后书一章五节那里 说 他是罪人中的罪灰 你会看到他真的越来越谦卑 知道自己越来越不配 这个的职份 但是保罗知道 不是靠自己的 其实我们看到 在保罗来说 在一个这么艰难的环境里面 建立了这么多间教会 在今天来看 我们就是说 他这个是宣教士的典范 但是对于他自己来说 他很清楚明白 这个不是靠他的能力 他知道 不可以靠自己的能力 可以做好这份职事 而是靠神的能力去浮备他 但是靠神的能力 又不等于一帆风顺 顺风顺水 是要付出代价 而这个代价 好像保罗在第一节所说 他是为外邦人 作了基督耶稣 被囚 这个很有意思 被囚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的意思 第一个层面 大家都很容易明白 就是按字面解释 就是说 他因为要传福音给外邦人 他就被捉拿 然后就坐牢 然后就被囚 但是其实有一个很熟灵的意思 就是说 他愿意放下他一切的主权 放下他的一切 是自愿做耶稣基督的囚犯 意思是说 他要做主的劳博 为主所给他的使命而活 为了传福音 给外邦人而活 亦都为了这个缘故 他真的受了很多苦难 哥林多后书11章23节那里说 他是多受劳苦 多下监劳 受鞭打是过重的 冒死是屡次的 我们知道最终保罗是要殉道的 但是保罗对于传福音 给外邦人受苦这个理解 是很特别的 还有很正面的 看看十三节他说 为主受而活 为使命而活 是在别人得荣耀的 其实在圣经的里面 整天都告诉我们 受苦就要是得荣耀之先 这两节的经文 我不读了 大家可以看一看 但是保罗在这里的意思 可能说 他是受苦的一方 但是外邦信徒 是得荣耀的一方 好像提摩太后书2章10节那里说 我为选民凡事忍来 叫他们也可以得着 那在基督耶稣女的救恩 和永远的荣耀 我就是保罗 凡事忍来 其实在这里受了很多苦 是他们得荣耀 所以保罗多清楚 他的使命 自己受苦 但是别人得荣耀 各位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你认识了 这个福音的傲秘 你是否守口如平 还是你将这个宝贝 他据为己有就算了 那你会不会觉得 将这个全福音 给其他人知道 是一份的苦差 定时我们应该好像保罗一样 我们都好像保罗一样 我们其实真的很不配 做神的工作 但是我们又要学校保罗 我们要甘愿做主的仆人 顺服神的旨意 明白到原来全福音这个使命 原来是一份的恩典 原来是一份的赏赐 是一个礼物 原来是一份很荣耀的职份 是我们回报神的爱的机会 我们是没有能力完成这个使命 但是神是会加能力给我们 以至到我们可以完成 只要我们愿意 好像他这样 付代价 为神的使命而活 愿意 为这个使命 受一点的苦 我们可以好像保罗一样 将神测不透的丰富 传出去 Bless 祝福到更加多的人 我希望大家知道了 这个福音的奥秘之后 就不单止 只是扭转我们自己 个人的命运 从要落地狱 将来可以上天堂 更加应该是 知道这个秘密之后 是帮助 带给我们生命一个的使命 和我们的方向 就是将这个福音去传开 关于这个福音的奥秘 或者神的奥秘 其实有第二个层面 就是关乎教会的使命 我想大家读三章十节 这里保罗告诉我 原来教会是承担 一个很特别的使命 就是要向天上执政的掌权 去显明神的智慧 这些执政的掌权的 究竟是谁 是什么势力 是中的还是奸的 从《以弗所书》 和《歌文多前书》 这两段的经文 我相信大家都熟 其实很清楚 告诉我们知道 这些权势 其实是灵界里面 一些邪恶势力 他们是敌对基督的势力 他们不单止很有能力 而且他们很诡诈 他们更加 其实已经被死而复活的 耶稣基督打败了 将来等候末日的时候 基督就要毁灭 他们的一群 但是这些邪恶的势力 其实他们对于神 为教会所定的计划 其实他们都是 好像我们这样 初初的时候一无所知的 但是藉着教会的诞生 教会的慢慢的增长 他们小小 慢慢慢慢就知道 神隐藏了的这个计划 当他们看到 这个教会 原来是一个多元文化 多元种族的一个群体的时候 只要信靠耶稣基督 就可以加入教会 去很平等 很和平的 一起相处的时候 这个群体 原来对于这些敌对的势力来说 简直就是一个 难以想象 非常之惊讶的一个事情 因为教会的存在 其实就是真的告诉 或者说提醒这一群 执政的掌权的这些人听 他们的权柄 其实已经是彻底被粉碎的了 所有的东西都要神服在基督的里面 教会的存在 其实就是要 神使道万有同归于一 这个目标的一个模特 一个典范来的 也是神要达成万有同归于一的 一个所用的工具来的 所以神的存在是要显明 祂的旨意迈向着这个方向 迈向着这个目标 神要藉着教会 向这些敌对的势力 去彰显祂自己的能力 祂的恩典 以及祂的智慧 可以看到其实教会承担这个使命 是非常之高尚和重要的 各位弟兄姊妹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第一次留意到 教会有过这样的使命 有没有 以前有没有留意过有过这样的使命 很多时候 以前的时候 很多十年前我小时候 因为香港环境不是那么好 很多人就看教会是一个好像福利会 因为那时候的经济环境不好 所以教会就本着耶稣记得的爱 喜欢派米 衣服 或者一些生活的日用品 给一些贫穷的人 现在经济环境好了 不需要做这些了 但是很多人就当教会就好像一个俱乐部 教会就要服侍会员 为会员提高最好的地方 然后提供一些有益身心的活动 有些人就当教会就好像一个避难所一样 把自己个人的问题 工作、家庭、恋爱、婚姻 什么问题都好 带到教会里面 有些人就来教会就交贫结友 或者找一些婚姻的对象 因为上教会那些可能都是纯品一点 其实教会的确是可以帮助 我们身心灵的需要 和帮助我们的成长 不过今天的经文 很清楚告诉我们 教会的存在是要见证神百般的智慧 教会不是建筑物 而是我们这一帮信了耶稣 蒙恩得救的人 我们作为一个群体 我们又怎样见证神的智慧 不负神的所托呢 其实我就想到两样的方法 第一样的方法就是怎样 保持多元和合一 我想了很久我就觉得 那些敌对的势力 他最喜欢见到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人同人 族同族 各同各之间 彼此为仇 社会里面充满迷信 充满罪恶 充满异端 更加喜欢见到我们教会 彼此纷争 不和谐 甚至分裂 以至到我们软弱到一个地步呢 我们不可以再做社会先知的角色 去提出警告这个世人 将来有审判 教会也不可以再成为真理的灯台 在这个黑暗中照耀 向一些在罪里面打滚的人 指出一条的出路 因此我们真的绝对不可以 被这些事情发生在教会的身上 我们要活出一个 和我们使命相配的生活 时常警惕我们自己 我们真的要和我们的主合一 亦都和我们其他的肢体合一 我相信今天的经文 很帮我们明白到 主耶稣基督 临上十字架之前 祂最担心 最挂心 是什么事情呢? 就是我们门徒的合一 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 称为大祭司的祷告的里面 那里就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要为祂的门徒 当代的门徒 以后信耶稣的门徒 包括我们在内 要我们合一 你要看到 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 经常有一个字叫做 合而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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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六次的 那你就知道了 为何神要我们 好注意这件事情 要合一 原来我们和耶稣基督 合一 不单止 是 和耶稣合一 我们彼此合一 是反映了 天父 和主耶稣基督 和圣灵 那种这么亲密的关系 而更加重要 其实 就是向我们天上的 这些邪恶的势力 是显出神的智慧的时刻来的 城镇很快就去到八十周年堂庆了 我们教会都设立了一些跨部门的一些大组 当中我参加了一个叫做联系组 有四个年龄部的 有妇女部的 有社官部 有长者伦者中心 有差会的同工义工在里面 我们就负责筹备一些活动 帮助教会做一些对外社会的服事 以至到我们可以有更多传福音 教会增长的机会 亦都对内做一些活动 可以帮助我们的会友更加有密切的联系 这些工作是需要不同部的义工 同心合意的一起策划和推动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说的 自己做就更加省时省力了 越多人一起做就越麻烦 因为人多就意见多了 所以最好是什么呢 分工就不要合作 不过我盼望今天的经文 今天的奥秘就告诉我们 改变一下我们的思想 或许分工而不合作 很快就可能造成了一些事 但是如果我们每一个部门 每一个单位 我们真是以基督为首 用和平彼此联络 揭力保守 圣灵所给我们合而为一的心 齐心努力参与 堂庆的一些活动 既分工又合作 或许我们真的会需要 多一些时间去沟通的 但是我相信我们可以 呈献给我们的神 我们的堂献礼物 就不只是那些活动的成果 而是在那个做的过程里面 因为我们的合一 其实这个就是 已经是一个很好的礼物 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已经是反映了 神百般的智慧 第二样我想到的 我们可以整体教会怎么回应呢 就是我们要成为一间猜传的教会 为什么呢 我想给大家看这个字 这里说百般的智慧 百般这个字 其实是多彩的意思 是用来形容那些花位的 冠冕或者赤兽 这个字的简单版 Poikilos 就是亚国送给药室那件彩衣的时候用的这个字 彩衣就是这个字 我希望大家有点想象力 想象一下整体的教会就好像一幅赤兽 如果神的教会 只有两个民族 三个民族信耶稣 这幅赤兽就好像 只有两个颜色 三个颜色的赤兽 你可以想象 这幅赤兽 美极都有限 是不是 所以如果教会 是真的由 很多很多民族所组成 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群体组成 它就会好像一个色彩纷纷 非常之悦目的一个赤兽 而教会的多元和和谐 是一个很独特的东西 你在世界上没有什么其他群体 是有这个特质的 所以我们真的可以在这方面 多一点的努力 将更多的群体 带入神的教会的里面 我想告诉大家 现时全世界 大概有1500个 未得的群体 我们要将这个福音传给他们 好像真的有点 mission impossible 有一些难以完成的任务 是不是 不过不一定的 如果我们每一间 奉耶稣基督的名开的教会 都是猜传教会的话 我们都负起将这个福音 传给一些未得之文的话 我相信情况就很不一样了 几年前我去韩国里面 就参加一个宣教会议 就有机会参观一间韩国的教会 叫做 Surround Church 就是爱的教会 这间教会 其实是1978年成立的 也不是很多年了 我们教会比它更老 这间教会很注重门徒训练 和猜传的工作 这间教会增长得真的非常之快 从几十人到现在 就十万人了 一个超大型的教会 五年前 他们就因为不够位了 就建了在首尔 一个串金尺土的地方 在地铁站的出口里面 建了这间这么漂亮的教会 你只看这间教会的设计 你就知道它 如何注重猜传的工作 它有两个翼的 一个翼就是牧养大楼 就专是做门训的工作 另外那一栋 我看到都流了口水 就是宣教中心 整座都是 这个宣教中心 就是装备他们的会友 成为道成育身的宣教士 去实践呼音的工作 他们有本地差全部 推动他们的会友 参加职场 去那些农村 渔村 军人 难民 监狱 外劳 学生的工作 很多这些本地的福音工作 他们也有海外的差全部 现在他们已经有57个单位 去了九个国家里面 做福音的工作 他们有一个短期宣教学校 装备他们会友做短期的宣教 他们在教会里面的主日 设有五段的时间 专为祈祷 为他们的差传事工 他们的宣教士祈祷 任何的会友都可以自由参加 你看到他们的教会的门口里面 有一个广场 那个不是宗 那个是一个世界地图 其实 象征着什么呢 是他们教会的异象 就是将到这个福音传到地极 各位弟兄姊妹 爱的教会做得到 我们的教会做不做得到 我相信我们都可以的 如果我们个人都明白到 接受 当我们信耶稣基督的时候 做我们救主的时候 我们都立志 做主的门徒 接受耶稣基督的差宣 将这个福音传去近的地方 远的地方 我们必须要进行这个大使命 乘证自己都有传道部 我们都将这个福音传给本地的很多地方 有医院 有老人院 有监狱等等 我们都有很多向外的福音的工作 我们也都有差会的设立 去推动这个普世差传的事工 将未得的民族 希望他加入神的角度里面 帮这个整体的教会增加资财 我知道可能在我们中间 很多的弟兄姊妹 你都会参加过 差会举办国内的两日团 三日团 这些这样的仿孙 我希望大家参加过这些仿孙团 就不要满足 以为自己做了差传 不是的 这些短孙 仿孙 是给你们浅尝一下 这个就是差传的滋味而已 其实是希望你们 看到外面人家的需要 还有给大家一些机会 做一些海外的服侍的工作 我们更加希望大家 做完仿孙之后 这些非常之短的短孙之后 你回到教会更加积极地去投入差传的服侍 例如你去为更多的未得之文去祈祷 其实我们六楼里面 每三个月都有书的 一本书是万国万民为他们祈祷 你可以上去拿的 亦都可以为我们猜出去的宣教士 祷告 支持他们的需要 关心他们在家里的家人 或者 找时间 真的做一个短孙 一个月的短孙 或者是更加长的短孙 可以支援更多 外面的猜传的工作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我们现在 城镇是有15个宣教士单位的 我们在八个国家里面 是在做宣教的工作 我们除了做国内的华人之外 我们其实都是在做泰国的泰人 辽国里面的黑木族 印尼里面的顺他族 我们会帮他们建教会 我们会帮助他们 培训他们的领袖 我们也会做一些水利的工作 去帮助他们的民生 也会透过幼苗座学 帮助国内和海外一些 贫穷的小朋友 帮助他们有书读 可以上学 在本地 我们也做印尼的容工 做一些栽培 他们传福音的工作 这些工作 都是非常之需要 人力 物力 和你的灵力的 我希望大家都不要论息 你的金钱 你的时间 你的恩赐 给神使用 让我们起来 将这个和平的福音 传得更广 更远 我真的很希望 成证成为一间猜传的教会 一间乐于分享基督 奥秘的教会 让神使用我们的教会 将演神百般的智慧 我们一起祈祷 天父上帝 我们多谢你 透过圣经 将我们人类救赎的计划 展露给我们知道 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 你真是爱我们 我们只要认罪 靠耶稣基督 我们就可以 得到拯救 和蒙福 我们求父 你自己用你的爱 激励我们 去学校保罗 愿意付出代价 将这个救恩 信息传开 让更加多的人 去蒙福 我们又诚心的 多谢你 给教会 有一个这么重要 和荣耀的使命 就是向天上敌对的势力 彰显你的智慧 求你 帮助我们 教会 每一个肢体 我们都是 真是血力的 保守圣灵 给我们合而为一的心 让我们教会 成为一间 更大 给你使用的猜传教会 帮助不同的民族 进入你的角度里面 荣耀你自己的性命 我们这样去祈祷 交托 感恩 是奉主耶稣基督 得胜的名字 祈求 阿们